近日有網友曬出偶遇曾志偉 並曬出了他出行的視頻 視頻中曾志偉被一群保鏢包圍 過斑馬線的時候行人比較多 陣仗很大的曾志偉一行人佔據了整個斑馬線 保鏢為了給曾志偉騰出很大的空間 讓行人不要靠近 一路上把兩邊的行人都趕到了斑馬線兩側 網友們對曾志偉的這種行為表達了強烈的不滿 該網友還配文稱曾志偉這個是什麼意思 馬路你家的 還有網友晒出了一組曾志偉當天出行 和友人一起用餐的照片 照片中曾志偉的心情非常不錯 吃到好吃的菜品時 還不時對著友人和鏡頭竖起大拇指 曾志偉和友人在一起時有說有笑 曾志偉還被拍到一個人乘坐扶梯時 曾志偉就像換了一個人似的 整個人顯得非常落寞 愁眉苦臉的 想必網友的負評還是給他帶來了不小的心理負擔 評論區的網友對曾志偉依舊炮轟不斷 還要保鏢護身 馬路增加的 親自走路 曾志偉的人設這是要崩的節奏啊